肌力训练 肌力训练 肌力训练是下肢瘫痪病患一个很基础的但重要的训练项目 传统的下肢训练分成两种 要么就是用器械来抵抗下肢的处理 要么就是用机器人来协助病患带动他的下肢 可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形是 病患只需要物理治疗师从旁协助辅助他处理 但这种产品目前没有 我们的目标就是开发一个这样子的产品 可以取代物理治疗师在这样特殊情形下的训练 更特别的事情是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器械不仅可以辅助病患出力 更可以带动他在不同的情形之下 不同部位的训练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在未来可以有效地减轻物理治疗师的负担 进一步的也为医院减少更多的人力 本创作的下肢瘫痪训练器 主要可以协助病患在家中自主训练 以纯机械式的设计来提供病患不足的辅助力 而且透过机构构型变换的设计 来帮助病患有效率的训练特定的机群 设计的期间最困难的点就是 设计一个机构可以做多种的附件动作 而且在任何的状态下辅助力都不会受到影响 设计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但是当病患穿上附件器感动的说 我的腿能够抬起来了 这瞬间让我非常的感动 希望本设计在未来能够让居家附件更为普遍 继续为台湾的医疗器台尽一份心理 这篇文是执行台大跟工业院之间学研合作案的成果 目的是想建构一个机械甲爪的系统 能够进行物件的抓取及辨识的任务 其实人类在做物件的抓取辨识 是一个复杂的手眼力的协调 考量说国内已经很多团队在做视觉的部分 另外人类其实也可以不需要视觉 就光扣触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任务 所以我们可以想试试看说 我们是否有可能借由机械甲爪部分的设计及控制 来达到物件的取放跟辨识 那我们的设计方面其实就有做一些比较特别 比如说它可以两三尺之间的变换 那指头上也有一些被动的弹性 可以适应物件的外形 那在控制方面我们上有装很多种的 sensor 比如说是压力阵列 然后有装加速轨 电位机等 那可以藉由这些感受器讯号的融合 可以让我们辅助我们确认说 物件有稳定的抓取起来 可以辨识它的外形 那这是我们整篇论文里面 比较具创新型的部分 本研究配合工研院计划 主要是探讨触觉方面的应用 我们的甲爪它特别之处 在于有多感测器和多自由度 感测器方面有位置 力回收以及加速度回收 可以因应外在环境多出应对 机构方面也拥有不同的加取方式 目前能完成的任务 是在固定的工作空间内 找尋圆球圆柱正方体及长方体的位置 辨认它们的形状之后 再以适合的加取方式进行稳定加取 未来希望能进一步的应用到 自动化的物件群放 还有双手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